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烂图 各位空中主乐曲观众您好 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 延伸部主任吴献章 跟大家的思想 我们中灵人需要留意听的 走过重重的危机 走过重重的危机 看生命纪第八章 第八章第一节记载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 你们要谨守遵行 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 且尽去得耶和华 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 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 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 试验你 要知道你心内如何 啃守他的诫命不啃 他苦练你 认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 所不认识的玛纳 饰给你们吃 使你知道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口中的一切化 这四十年 你的衣服没有穿破 你的脚也没有肿 你当心理思想 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 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 遵守他的道 敬畏他 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那地 那里那地有河 有泉 有缘 从山谷中流出水来 那地有小麦 大麦 葡萄树 无花果树 石榴树 橄榄树和蜜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 一无所缺 那地的石头是铁 山内可以挖铜 你吃得满足 就可称颂耶和华你的神 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 但是你要谨慎 免得你忘记耶和华你神的 你们的神 不守他的诫命 典章绿绿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恐怕你吃得饱足 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 你的牛羊家多 你的金银惊天 并你所有的权多家争 你就心高气傲 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就是将你从埃及地 维努的自家领出来 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 那里有火蛇蝎子 干旱无水之地 他曾为你死水 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 又在旷野将你列祖 所不认识的马辣 饰给你吃 是要苦练你 饰验你 叫你终久享福 恐怕你心里说 这只才是我力量 所能力得来的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得货财的力量 是他给你的 为要坚定 他向你列祖 启示所立的约 像今日一样 你如果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随从别神 侍奉敬拜 你们必定灭亡 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 耶和华在你们面前 则样使列国的民灭亡 你们也必照样灭亡 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 你们的神的话 整个第八章 帮助我们思想 他们过了红海 走了旷野四十年 四十年来 走过重重的危机 其实四十年以后 进迦南地 也有重重危机 四十 圣经的四十很特别 四十里面 通通是危机 罗亚时代 上帝用四十 昼夜的雨水 把当地的人 散判了 四十 扫罗当亡 四十年 死了 大卫当亡 四十年 索罗亡当亡 四十年 国家 分成两代 中年 四十 往往是危机 四十年之前 走过重重危机 四十年之后 还有重重危机 所以从 今天来思考 四十年之后的摩西 写生命记提醒我们 如何走过重重危机 提醒我们 中年四十年 会有危机的 特别我们这四五十岁 三四十岁的人 更要思想 如何从圣经生命记 第八章的真理 来帮助我们 两件事 第一个 人生有种种的危机 第二个 人生可以走出种种的危机 第一 人生有种种的危机 哪几个危机 第一个 人生有危机的原因是因为 忘了过去历史的教训 忘了过去历史的教训 他们走到约荡河东 准备进迦南地 回想过去 不要忘记 过去有好多教训 可以学习的 过去如何失败 会帮助我们 过去如何软弱 会帮助我们 包括摩西有软弱 都可以帮助我们 其实整个来说 过去历史给我们什么教训 这些过了红海 看到食灾 看到马辣吃了 马辣红 云柱火柱 以色列人 有几个教训 没有真正学会的 第一个 没有看 所当看的 没有看神 单单看环境 看到环境困难的时候 迦南人困难 因此就不看神 被环境绑住了 没有看所当看 一个人如果不懂得 看所当看的话 你往往你的人生 你的价值观 就常常出问题 罗德就是最好的例子 罗德跟他 他叔叔亚伯拉 离开家的时候 到约旦河东分家的时候 在创始第十三章 他就看约旦河东 他单单看环境 结果你知道 他进入索多玛城 天火神灭的时候 他的太太变成岩柱 两个女儿在山上 跟他乱伦 他没有看所当看 以色列人 应当在摩押平原 很了解 摩押平原有一个柱子 岩柱 是罗德太太变成的 提醒他们 要看所当看 有一个故事 就提到 很有趣 两个修理烟囱的工人 从烟囱里面掉下来 你知道烟囱里面 是很黑的 有一个比较激紧 就赶快是把脸遮起来 掉下来的 另外来不及遮脸 手一放下来 脏兮兮 全身只有两个白点 这个手遮脸的人 手一放下来 脸是不脏的 奇怪 他去洗脸 该洗脸的是他 这两个白点的 全身是黑的 他不去洗脸 真正不需要洗脸是他 原因在哪里 这个手脸下来 遮脸的人就下来 看到对方 脏死了 我大概也是脏 赶快去洗脸 他以为对方不脏 我也不脏 他就不去洗脸 perspective 你的眼界 你看哪里 会决定你的价值观 四十年过去 以色列人在摩西五经里面 帮助我们 要看永生神 看环境 看环境 的话 你就会常常出差错 学习看神 他们没有看所当看 第二个 你要学习怕 所当怕的 要学习怕什么 真正可怕的不是迦南地 他们十二个探子 进迦南地的时候 就怕迦南人的困难 耶稣亚跟迦勒就提醒他们 真正可怕的 不是当地的困难 不是迦南人的 耶利哥城墙的宽跟厚 怕的呢 真正可怕的是天上的神 他们没有真正怕 所当怕的神 忘了历史的教训 因此摩西警告他们呢 我们过去呢 有可怕的地方 因此不要怕 为什么旷野会漂流三十八年 因为没有把惧怕归给神 只怕环境 怕困难 却忘了困难的背后 有神在主导 所以呢 历史给他们教训 是没有看所当看 没有怕所当怕 第三 没有说所当说的话 他们困难来的时候 就像摩西发宴言 说我们没有肉 没有水 没有麻 没有东西吃 口 舌头 舌头逼得摩西呢 也软弱 我们的舌头 常常会逼人家受不了 其实让人家最痛苦的 是你的舌头 雅各苏说 最难管理的是舌头 如果我们舌头 不受管理的话呢 急躁啦 鸡啦 常常舌头呢 会让我们的 Gasper 变成Gaship Gasper 变成Gaship 没有说所当说 会常常会埋怨 那这是旷野里面的警告 旷野里面警告 有一对夫妻呢 教会做小组 请他们照顾四个家庭 结果他们没有说 他们因为急躁的原因呢 时间到的时候 三个家庭出现 剩那个家庭没有来 这个先生时间到的时候 很急了 没有说所该说的话 竟然冒出一句话说 哎呀 该来的不来 其中三个家庭就 有一对夫妻就想 该来的不来 那我们是不该来的 对不对 那只好你不欢迎我 找借口 这对夫妻离开了 剩下两对 他就更急了 没有说所该说的 他说 哎呀 该走了 不该走了 走了 其中另外两对当中呢 就想 他不该走 那我才是该走了 对不对 这一对也找借口 走掉了 剩下一对 他更急 他没有说所该说 他说 哎呀 我不是说他们嘛 哦 这一对想 你不是说他们 那你是说我们 对不对 这一对也走 走了干干净净的 没有说所该说的话 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 说了十次怨言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发怨言 求主帮助我们 困难来临的时候呢 不要发怨言 你的口 学习说 仰望神的话 造就人的好话 特别呢 连米利安呢 也毁谤自己的亲弟弟 近的人 求主帮助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你的孩子 你的岳父岳母 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同事 求主帮助你 能够说造就的话 像米利安 没有说造就的人的好话 在旷野呢 死在当中 死在旷野 而且呢 得到麻风 没有说所该说的 因此走过这些重重危机 这些重重危机 是有过去历史的教训里面 没有看所当看 没有怕所当怕 没有说所当说 这是过去这四十年的危机 摩西写五经也是 把他们过去的软弱 记载下来 提醒他们 也提醒我们这四十年的 中年危机 求去帮助我们 看天上的神 怕永生神的全能 不怕环境 还有说该说的话 将来有什么危机呢 我发觉 要走过重重危机 还要知道 将来有危险的 将来有什么危险 摩西写五经 除了帮助他们 过去的软弱呢 要留意以外 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以外 更要留意 将来有危险的 将来有什么危险 第一个 拜金 所以你们进去以后呢 有金银财宝 牛羊加多的时候呢 就会心高气傲 忘记了上帝 金钱 会叫人家离开神的 果然他们进迦南地 吃喝多了 牛羊多了 金银多了 就忘记神 其实钱越多 离开神越远 守的梦王钱最多 死了以后 国家分成两半 华人社会不要忘记 钱越多 不一定是祝福啊 其实钱越多 困难越多 败坏越多 黑金挂钩越厉害 其实灵性往往跟财富 成环比啊 全世界基督徒 比例最低的 华人地方 就是在台湾 为什么 第一个 钱太多 钱太多就自傲 然后忘记神 所以金钱 所以金钱 会是绊脚石的 所以讲说 有依有识 就当知主 他们进去的那边呢 就忘记了 罗德 就是因为拜金 看钱 因此呢 太太变成严重 两个女友跟她乱伦 拜金的观念 所以将来第一个险境是拜金 21世纪的华人社会 第一个问题 这是拜金 享乐主义了 这是第一个 因此金钱 会带来很多社会的问题 很多社会的治安 是因为金钱所产生的 白平 以前的财政部长说 台湾的犯罪 百分之九十几是经济犯罪 大家以为有钱 能够使鬼推磨 带来很多社会的问题 拜金的问题 因此摩西所写的 完全正确 你们不要因为金银 财宝增多的时候 就忘记了神 将来的第一个险境 21世纪中年的危机 第一个险境就是拜金 拜金 拿台湾来说 多年前 台湾 大家还记得千岛湖事件 千岛湖事件 去千岛湖那段事情 我人在美国 听说台湾 我们当时的领袖 还骂大陆的 这些人是土匪 我有一次 到一个教会讲完道以后 有一个公司的主管告诉我 他到千岛湖那边看 然后千岛湖的人 才告诉他是另外一件事情 是我从来不知道的 他说 其实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我们台湾旅客一上了飞机 就开始赌钱很多 下了车子开始赌 上了船开始赌 赌到一个地步 船主怕 因为你钱都秀出来 给人家看的时候 谁会靠近 这些强盗 这些坏人 这个船主也怕自己 也怕他们 会出了什么事情的 所以你就赶快说 台湾旅客 你们先不急的赌博 你看千岛湖这么漂亮 你们从台湾来 就是也来看 好不好 把钱收起来 那我们赶快欣赏 这边的景色好不好 我们台湾旅客 靠近船主 然后把钱 手放在口袋里面 捞出一把钞票里面 然后撒在船主脸上 说我老子钱多嘛 你管得着吗 是这个原因 强盗土匪 进来把他们抓了 杀了 烧了 船主也牺牲在里面 拜金的观念 台湾旅 其实会害死台湾 21世纪的问题 跟摩西所看到 进迦南第一个 拜金的问题 一样的问题 拜金 不要忘记罗德的太太 就是因为拜金 变成炎柱 这是将来 重重危机的 第一个危机 第二个 离开神去拜偶像 不拜真神 用石头木头 所刻出来的 积淀用乙福德 进四世纪第八章 积淀用乙福德 造出来是偶像 就像亚伦呢 用金牛犊造出来 是偶像来拜 21世纪的华人社会里面 会更多的宗教出来 会更多的宗教出来 如果你离开真神 你不看真神的话 就用被造之物 不管是石头木头 听说在台湾 有个地方拜雷神 除了拜狗以外 拜雷神 那盖的人知道呢 盖雷神 用金属盖的 在外面铺天 很高 金属盖的 他也了解 盖了以后 当然可以赚钱 但是他也了解 这样盖会有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打雷的时候 下雨的时候 会怎么样 这个金属 会打雷的 会被打 会有危险的 所以盖的人也想 我应当在上面放一个 避雷针 雷神 怕雷劈 那人还要去拜他 这是摩西写五经的时候 提醒他们呢 你们不要忘记神 进迦南地的时候 果然呢 世事时代的时候 他们开始呢 离开真神的时候 就拜其他的 因此就不懂了 去拜真神 因此离开神的时候 就慢慢的 拜金以后呢 就开始拜偶像 拜金以后就拜偶像 而且呢 拜偶像 常常会政治界 跟宗教就会卡得更厉害 为了投票的缘故 明明知道不一定是对 却支持去遮盖他们 宗教挂钩 21世纪的华人社会 这方面会越来越严重 这是第二个危机 除了拜金以外 第二个就是money power 所以第一个是money 第二个是 政治界跟宗教界 卡在一起的power 第三个 sex 婚姻乱伦 他们进迦南地 果然呢 娶嘉南的女子 结果婚姻就开始乱伦 一进迦南地 世事就在记下 他们跟迦南女子在一起 也就被迦南女子吸引 去归信迦南的神 就离开 真正可以救他们出埃及 真正的神 不是用石头木头所磕的 结果就 越捡进去的时候呢 忘记了 其实创世纪第一章 第二章记载 最后的被造之物啊 是 人 是人 所以比人找被造之物 木头石头 包括太阳光 包括月亮 包括所有的被造之物 包括人 都不是人敬拜的焦点 但是呢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 常常会把其他的被造之物 人有时候也蛮愚笨的 人呢 常常以为呢 其他的被造之物 比我们人更尊贵 其实最尊贵的是人 说穿的 最尊贵的是女人 因为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呢 称她说 你是我古中之古 肉中之肉 真正只有人 是造神的形象造的 但是人呢 往往在败坏以后呢 在婚姻上呢 就不懂得 靠近夫妻的爱 然后去败其他的被造之物 从佛教角度来看 好像其他的要普度众生 高举其他的动物 即使是贬低人 贬低人 然后婚姻也会产生破裂 神所创造的高潮 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 最后被造的是人 是女人 亚当看到夏娃 来归荣耀给神 你是我古中之古 肉中之肉 神看性 爱 在婚约之内 都是好的 但是神所创造的焦点 是婚姻 魔鬼试探的焦点 也正好是婚姻 所以power money跟sex 色情 色情离婚率 会变成21世纪华人社会 最根本的三大问题之一 power money 大家说想地位 权 政治界 宗教界 权 钱 还有sex 那这三个在一起是 我们看到21世纪 华人社会的危机 也正是摩西写生命记的时候 说进迦南地里面呢 留意有这些种种的问题 其实来看圣经的这些人物 都是卡到这里面 参孙 大卫王 所罗蒙王 通通卡在这里面 卡到这些种种的危机里面 走进的power money sex 的险境 原来啊 进入迦南地啊 跟进入21世纪啊 有许许多多的险境 提醒我们呢 金钱不是人生最根本的 power 权位不是人生最根本的 sex 享受你要放在神的眼光 夫妻彼此相爱 不要把家庭弄破碎 或者你就走入痛苦的危机里面 影响台湾最根本的 恐怕不是投票率 而是离婚率 但是没有人在留意 圣经帮助我们提醒 基督徒一定要把你的家庭弄好 或者中年危机 离婚率更高 台湾的社会更可怜 所以人生有种种危机 特别是power跟money跟sex 我们最后的思想 如何走出种种的危机呢 如何走出重重危机呢 我发觉答案在现在 八章第一节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 第八章十一节 你要谨慎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现在 十八节也是一样 要今日 像今日一样 十九节一样 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 因此你还没进迦南地之前 还没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前 留意 或者已经进入了 就现在留意 留意过去的教训 你过去到将来有power 有money 有sex 你就现在留意 就现在 珍重最宝贵的是现在 现在预备好 自己走出人生种种的危机 最重要的时间 你要知道是现在 不是过去 也不是将来 抓住现在 现在是最重要 所以托斯太讲一句话 他说最要紧的时间是现在 抓住现在 英文有一句话说 a bird at hand was two in the bush 手中的鸟直过两只 在树林里面的两只鸟 所以a bird at hand was two in the bush 最重要的时间是现在 你现在要留意什么呢 第一件事情 遵守主的道 读神的话 进迦南地之前 上班之前 早上起来之前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前 读神的话 所以第八章第一节说 你们要谨所遵行 我吩咐你们 向列祖所说的话 第二节 也是要遵守他的诫命 要遵守主的话 第六节也是如此 你要谨守耶和华 你神的诫命 遵守他的道 敬畏他 十一节也是如此 你要谨慎 免得忘记耶和华 你的神 不是守他的诫命 所以现在开始 遵守主的话 你如果常常读神的话 就不会跌倒 就不会跌倒 你如果常常读神的话 就不会 所以圣经就变成 保护你家庭 保护中年最好的 一个法典 不是其他的书 圣经 我们发到他 直接看电视 报纸 多花时间来读圣经 遵守主的道 英国伦敦甲超 的检查室 主任有人问他说 你们的同仁 是如何检查甲超的 你们上班 都在做什么 都在研究甲超吗 他说不 我们同仁一上班的时候 就研究真超 摸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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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超进来 这是假的 继续摸真超 摸真超 摸真超 甲超进来 这是假的 继续摸真超 摸真超 甲超进来 这是假的 圣经上所说的 我要将你的话 藏在我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所以进迦南地 进入二十一世纪 最要紧第一个 现在 遵守主的道 第二 接受神的道 道成肉身的道 神的儿子耶稣 让神的儿子耶稣 成为你的主宰 成为儿子耶稣 住在你心里面 接受主的道 这位耶稣 在旷野四十天 得胜试探 这个耶稣 正好提醒我们 以色列人 在旷野四十年失败 这个耶稣 在旷野得胜 以色列是失败的儿子 神的儿子耶稣 是得胜的儿子 他用神的话 要用第八章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他口中所述的 一切话 来得胜撒旦 魔鬼 因此你要接受耶稣 不只是把神的话 吃进去 把耶稣 放到你心里面去 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 这个耶稣 才是天上来的 玛纳 他旷野 帮助以色列人 准备进迦南地 也帮助我们 进入二十一世纪 接受神的话 神的道 大写的W Word 神道成若生的道 耶稣 第三 把事业 当作侍奉 把你的事业 当作侍奉 你把你的联心 放在神的国度里面 开始来侍奉神 把你的事业 你要开始学习 进入二十一世纪 进入迦南地 把你的事业 当作侍奉 留意中年的时候 不要把你的体力 通通耗费 在哪里 买金钱 我们要留意 三四十岁的青年 中年人 往往做一件事情 用金钱 用健康 再买金钱 最后呢 六七十岁 用金钱 买健康 你要学习 做不一样的眼光 投入 进迦南地 进入二十一世纪 做一个 把你的事业 当作侍奉的人 企业界常常提醒我们 有人做不同的投资 就是这样的 1983年 企业界发生一个大事 就是呢 百事可乐老板呢 叫江Skooley 江Skooley 被邀来成为呢 苹果 Macintosh的老板 百事可乐是top five 结果他呢 小小的公司被挖过来 有人不懂 有人问他江Skooley 你为什么这么做 他说很简单 因为他们的那个 co-founder Apple的co-founder 叫Steve Jobs 跟他说 Do you want to spend the rest of your life sailing sugar water 你要一辈子卖甜水吗 还是呢 Do you want to have a chance to change the world 还是你要进入电脑业呢 去改变世界 Skooley受感动 离开百事可乐 做永恒的投资 提醒基督徒 接受神的话 接受耶稣 把你的事业 投入神的国度里面 做永恒的投资 让你的生命 能够走出种种的危机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谢谢你 帮助我们眼光看 金在你身上 看所当看 怕所当怕 同时知道 21世纪有power 有money 有sex 试探在临到我们的时候 接受你的话 让耶稣成为我们主宰 让我们一生 投入你的国度来侍奉你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Amen 愿上帝厚厚的祝福您 平安 再见 祂的心里有难途 祂的时间不错 不错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带领你前途 祂的心里有难途 祂的心里有难途 祂계报 祂的心里有难途 最后能遇嘟 祂的心里有难途